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他出席大会的时候 还自我调侃 说整个场面 他说我是个科学家 我不是摇滚明星到中国 会场很多人 是吧 因为咱们中国现在 其实真的 我就说个题外话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 中国文化会回到朴实 比方说现在中国很多个活动 弄得都跟夜总会似的 说实在的 你比方说我现在就发现 你像欧盟很多时候开会 包括很高层面的 学者开会就是学者开会 就是一个会议室 有记者采访加话筒就完了 反正那个是正常的 你知道现在 今天我出席的很多场合 你确实是 也不是摇滚音乐会 为什么你搞那么多声光画电呢 比如说为什么一个经济学家 出台了 不是叫出台了 经济学家一出场还要配乐 我主持过很多这样的 还有美女 对吧 就引她上来的美女 所以我发现今天的中国的商业文化 它跟娱乐文化搞在一起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咱们现在欢迎著名学者 徐子冬老师 他不一定是这个音乐 哐哐哐 钱一丝 真的 就是说中国的综艺节目 你没意识到对中国的各个层面 有很大的影响 搞得很傻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觉得一个学界 比如说经济学者高峰论坛 你怎么弄得跟一个 确实跟摇滚舞台似的 这在干什么 那么七八十个灯在那打着 还要戴化妆 后边哗哗 会飞出种种的东西 这都驴粉袋表面光 你知道吗 对 他除了综艺不知道该怎么搞 很多外国人经常看中国的电视 然后就说 你看日本人家政府开个会 或者什么的 就是干干净净几个桌子 你们为什么领导一讲话 哗 为什么一定要有花 他们也看不懂 而且比较难看的粉红色的百合画 没错 上次我主持一个论坛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那个讲话台 也挺高 对吧 然后呢 在讲话者前面啊 摆一个这个花 一堆一堆花 大家不能说是花圈了 摆一堆花 最后人家那个老总呢 是个香港人 一个小个子 你知道吗 全程观众就没看见他 我说您真是人在丛中笑 他在丛中笑 他在丛中笑 花把他脑袋都挡住 都挡住 那个大屏幕你知道吗 大屏幕还放出来 全场看着都笑 他就 一堆木尔就是一个花 只有一个秃顶 你知道吗 哎 就是 当然这个 我相信这是个过程 就是中国 我觉得最终会回到 一个正常的情况 所以我就想 这油尔克尔赞三 可以看看 他就说 把他搞成摇滚明星了 其实这个会场 在我看来 已经是很很朴实了 也就是这个 这个是哪个场 是北京还是杭州 对 基本上现在夜店 感觉出来了 再看下边 这已经可以向我们 撇一撇 没有 我其实特别不愿意 人家好多人找他去签字 我其实不愿意找人签名 还有那个拍照 后来是 大家说 谁还有谁还有谁 我再说 给吧给吧 结果他那个签名 你看都看不出来 我估计是故意的 因为签的人太多了 就很潦草 哪里有看得出什么 签的也不知道是油尔 还是荷拉利 然后你再看下边 西伏来语吧 这是杭州 他这次去杭州 主要是参加一个叫蔚来大会 就是杭州市政 不是那个什么 反正政府全都去了 他们为一个这个叫人工智能小镇 就开启 他其实我进去看了 他里面那个水泥都还没弄好了 但外面这个牌子我就乐了 他用一块石头上刻着字 你这人工智能小镇 怎么着 得有点高科技 我觉得很 很很fancy 想不到的 这一看就一 跟一般房地产 没双去比 CM处的考古基地 而且这俩兄弟弄的机器人多合适 他里面也有一些 我不能贬低人家里面有一些高科技 反正我也不懂的 高科技 黑科技 我也不懂 就是有一些直升机 什么那些人脸识别 他也有 门口搞一个这种放上去的贬的 对不对 实际上是虚拟的人 对 据说因为他也弄得也很匆忙 几个月为了开这个会 就给把这个镇子给弄好了 这个中国现在不是有个叫小镇经济吗 最最早就是从杭州开始的一个叫梦想小镇 就是说你如果是高科技人才 你带项目过来 我就你就住 就是特别便宜 或者是你就就是送给你一套房子 这样过来住 后来一下子呢 全国弄了好多这个小镇 今年那个那个报纸 经济日报还什么报纸就呼吁了嘛 这个这个小镇不要变成房地产项 肯定的 这次你见到这个尤尔 你对他有什么直观的感受 我第一印象对他印象不太好呢 原来就他一开始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情感 就是他对很多人讲话的时候 而且可能我第一次特别近 跟他接触是刚好什么呢 他呢那个大会啊 他也知道中国人说话 发言时间也不控制特别长嘛 他呢身体不太好 他就一般会他会等着等到他来 就他才来 对我当时说他 所以我第一次跟他很近接触的时候 是我站在那儿 背背后背个保安 把我一拉梗 什么事我一看 原来他要进来 就我当时想 什么那么大拍头 就这个人就特别特别瘦 他瘦的那个腿 腿跟筷子一样特别瘦 说他这个人呢身体不好 他上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说在一个访问当中 直接就晕过去了 对 所以他每次总是要大家 就是安排特别多的 这个休息时间 他就每天 他自己练两个钟头的这个冥想 他说我不练 练那样的事 他就说我不练冥想 是写不出这个书 他就要把 外不得老盼望的人 装六条机械手臂啊 原来自己的腿 主要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 而且呢 他甚至好像对这个佛祖啊 对孔子啊 有相当程度的这个敬重 有敬重吗 他反正经常提到 他说你比如说与其说 谁谁谁什么 对我的这个影响啊 他说还不是说佛祖 对我的影响更大些 什么他这个意思啊 我看了一些 他这个讲话的稿啊 我感觉到啊 因为咱们看他那两本书啊 人类简史未来简史 我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 但是现在他这次演讲呢 我认为他呢 把一个意思说得更清晰了 就是我在书里还觉得呢 他对于这个意识啊 还是有点表达不清 就是说人工智能 这个这个智能啊 和人的意识 到底能不能达到人的意识 这个问题 他还说的比较模糊 但是这次他来 我听他讲啊 我就觉得他说的比较明晰了 就是到今天为止 对对 计算机完全跟人类的这个意识 造不出人的意识 但是人工智能呢 他是能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智能不是意识 而且当然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到今天人自己也无法定义 什么叫意识 而且他给出了一些定义 比如说这样就容易理解 比如他说 我们会感到疼 见到有的事情 我们会爱 会恨 会愤怒 会生气 这个咱就能比较通俗的理解 这就是意识 这个人工智能目前 可能到目前为止不具备 他就说如果 他说那些 那个科幻小说里面 经常这个科学家 跟机器人相爱什么 他觉得那个都扯 因为机器人对他来说 没有爱这个情感 但他那次在杭州 他讲完以后 后来是阿里巴巴的技术总监 叫王坚 他上来 他看到那几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 我听一个历史学家 在这里讲技术 当然现在在中国挑战 那个谁 也是一种很时尚 每个人都会出来说 觉得他说的扯 但不管怎么 他后来说了一个 他说 人除了有意识 还有一样更厉害 叫无意识 还有一个 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他说 人工智能今天很热吧 其实在历史上 三起三落 以前他说 都讲过这些事 但就到了今天 有互联网了 数据的这个集中 变得可能了 就是人工智能又热了 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但有一个问题 人脑能不能研究人脑 它是个哲学问题 就是说 人有多聪明的脑子 能研究你自己的脑子 没有一样动物 是可以研究他自己的 他就说 有没有一个聪明到 这样大脑 可以研究我们自己 对 这就是哲学里面讲的 能指和所指 能指就是 能够用来研究 它必须有个对象 你大脑自己 把自己当对象 这个怎么研究 就像眼球 怎么看眼球 他就是这个意思 对 他这次呢 其实我觉得 他的演讲 我这次听了 大概有两场吧 上海和杭州 我都听了 北京我们那个 那个格子有趣 他就上海和杭州 我都看了 我觉得演讲本身呢 没有太超出 我对他那本书的这个认知 但后来他有一些 给人家主持的辩论 对答呀 还有包括 我后来给他写email那些 我觉得有些问题 他就说的更多一些 就是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 我跟他讨论问题 我说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问他 就未来还会不 就政府的形态 未来会是什么样 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说 就是你 就他自己表现出 是一个不信上帝的嘛 对吧 他就经常说是 历史 人造出了神 那么历史开始了 当人变成神的时候 历史就终结了 那么他 那我就问他 我说 那个牛顿呢 他研究了很多的 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物理嘛 最后他反而是 信了上帝了 这个会不会在你身上发生 因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包括他也提到 那个电影 那个电视 西部世界 他说 我就说 那里面 其实给我感觉 人到再高科技 你也是一个次等神 就你上面还有可能 就说可能 我们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我们最终 总是不能有控制 你怎么解释这个 你自己会不会 最后会信神 他说啊 你看他就 他这个思维很缜密 他总是先分析 你这个问题 到底所指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 当我们谈论 这个上帝的时候 通常有两种指 第一种呢 我们是讲他 很多细节里面 比如说有的人说 有的人 你信徒就不能喝酒 信徒就不能 就是女的要 你要戴面纱 然后你信徒的话 你信神 你就要去磕头五次 然后男的不能 跟男的结婚 就是他是个gay 你知道 然后他很公开的 他这次 他的伴侣也来了 他们俩已经有 有登记结婚 什么的 所以他说 这种所谓叫 细节当中的神 我是不会去信的 那么你另外一种 你讲这个大的神 无知的 就是我们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 比如说有些问题 我们人类没法解决的 大爆炸是从哪里来的 等等 如果你要谈论这种 未知的这个东西 他说这个神 我也不会信 因为他的存在 只是我们人类 无知的一个标志 他总是在提醒我们 还有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 但这个不是 完全不能解决 他的意思是 他说他只是提示 我们自己还很无知 可是 这个有一种逻辑 就是认为 未知的概念 没有意义 就是你比如说 就是不能实证的概念 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 所以不能拿来 作为一个确定的事情 来解释 比如说你说杯子 这可以 但是你要说神 那么你先要弄清楚 定义 你指的是什么 你说这神是什么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现在也是见到 也有些人说 说这个尤尔赫拉利 就是个科普级的 是吧 你们这个信他 这本身就说明 你们是不严肃的表现 但是我在看到 这些观点的时候 我总没有看到 他拿出具体的 就是他哪句话 他哪个结论 你认为有问题 他哪个证据 你认为有问题 从而驳倒他 我希望看到更多 这样的一些讨论 他这种脑洞大开的 历史学家呢 你要找问题呢 太容易了 太多了 但是问题是 你要看他 真正提出来 什么令人启发的东西 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 对了 他的第一条 他说人类不同于动物 因为人能相信虚构的东西 这个就很有启发性 对啊 这个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认为人是很讲实际的 对不对 看到好的东西 我才相信 我们都说人是十四九四的 可以仔细想想 最重要的东西是虚构的 民族国家 神 对不对 天堂 地狱 这些无数人都相信的东西 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东西 不惜生命的东西 导致战争的东西 它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叙述上的 所以这个观察你说 这是脑洞大开吧 所以我们觉得 因此他的结论部分呢 你要推敲 但是问题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研究 这个思路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感觉啊 就是说 对于大家都特意聊观点 可是对于观点 如果只用对错 或者你同意与否 去固定它的价值啊 你可就太糟的好东西了 对 你说的观点这个词 重要的是思路 这个思路 说到这个刚好是我 我今天还在想 我说其实他这个给我提供了一个什么思考呢 就是说 未来的媒体 或者说我们需要的讯息是什么 他讲到一点 他就说我们现在人呢 其实吸收的讯息不是太少 是太多了 那么 在这个当中我们说好 那么比讯息稍微高一点的是分析评论 你刚才说的观点 这个已经把你的这个东西处理过了 就是提高一点 比分析评论再高的呢 就是思想 你看他能够让全世界 五十多种语言的人都来看他的书 就他这种威力比核武器还厉害 就是思想 你到最后 就是思想 你这什么主义主义 不都是这个思想 一下子能引爆那么多人对你狂热 其实他自己建构也是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我就从最庸俗的角度来讲 他让我感到思想的快乐 我看着看着没有停过 好快乐 就是就是就是 因为就像两个头脑的这种 而且他这个里边讲到一个 这次讲到还还讲到 把一个东西讲得更更突出的 就是啊 我就觉得有点未来马克思的劲头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呃 我们怎么担心 甚至他现在 他其实他在演讲里呼吁的是什么呢 我不是说这个图景会出现 但是呢 我们站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门槛上 我们应该预计到这个问题 你想不想要这样的未来 就是几十亿的无用阶级 无用阶级 就过去他说工业阶级 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 嗯 那么科技革命 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个庞大的 无用阶级 所以那天咱们还在讲 印度将来的人口红利 嗯 对不起 中国的人口将来 大部分可能都被 人工智能代替了 一大帮 就是你知道他的这个 理据是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科幻小说里讲的 什么机器人统治人类 就先别聊那个 问题在于呢 极少数的精英 他们那天杨强教授 我也是讲了 问题可怕的是 控制人工智能的 这少数精英 如果这少数精英 他可以控制人工智能 甚至于 能够连通 他认为将来会出现 就是半有机 半无机 对人体本身的改造 这可以殖民外星了 我们这个肉啊 叫碳机生物 比如说电脑 就叫龟机 就龟 龟机生物 但是将来人机 要是连在一起 出现一种半机 半人的一种状态呢 那么 这个人 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人 只有掌握了他的 或者有钱人 他可以不断升级身体 不断更新 他的这个大脑智慧 那么 于是呢 大多数工作 体力工作 都可以机器人代替的话 你们这帮 无用阶级的问题 不是尊重不尊重你们权益的问题 而是你们变成一个 奴隶还有价值呢 奴隶至少需要你的体力 可将来 他指出的这个未来 就是说 有可能啊 这个少数的这个精英阶层 他真的是用不着你了 这个对 纯粹是慈善事业 给你口吃的 连造反 您都没有 您都没有还手之力 你怎么跟机器人战士打呀 这个呢 是所有人都在问他 您先说 所以 所以贬低的说法呢 说这是硅谷精英的一次精神自卫 说他整个这个理论啊 就是那个精英阶级 觉得他们将来世界会这样发展 而且这个发展当中 也有些稍微严肃一点的批评者呢 就是看到了里面 他对帝国主义的这个帝国这个概念呢 redefend 就是说 因为他觉得这个殖民主义这个事情啊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他坏的地方 你用暴力 他战争也讲了好的一面 但是其实呢 在某种程度上 现在在中国的乡村里边 帮你做脚底按摩的人 手里拿了一个苹果机 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被科技的殖民 他讲的就是这个前景 在没有手机之前 他讲这个理论还缺乏实证 我们还在讲 你想世界上极少数的人 他们用科技的手段来控制 所有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前景 对不对 这是像这个蚂蚁动画片里边的前景 对 可是现在这个手机搞的人 我每天起来都来个通知 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要更新了 你要同意的话 你就让他更新 我就在同意的话 我就想你看 他能够拿走我所有的东西 他又给我装了什么东西 对你说这个东西是几个人在掌控 我们几亿的人都在这么盲目的相信 而且将来人家假如有政权 可以来干涉到这个过程的话 你讲的任何的话 你的任何的照片都可以成为 全部在案 所以我为什么问他 这不是政治上就非常可怕了 未来的政府形态是什么呢 我问他这个问题就是 他书里面有个理论 他就说 所以我们讲民主还有这个独裁 其实它是数据的处理方法不一样 说民主政府就是说分散式处理 独裁是中央式处理 在历史某个阶段上 其实中央式处理会有它的优势 对吧 好 那么今天会怎么样 他说未来 我们20世纪留下来的政治形态 未来可能都不相关 就说都没有意义了 他说你看现在 其实互联网处理这个数据的方式 很难讲会怎么样 但是有可能是会有利于独裁处理的 对 就说他就这种这种方式 大数据是本质上是有利于你 你集中来处理 那我问他 我说你看你也就他也提到那个孔子 你也讲到孔子 我说你看孔子为什么是中国最有名的 这个学者呢 因为他和权利去结合了 他当年把他的理论贩卖给了 这个国王能够结合起来 那么在中东都他也很熟悉 是后来到了这个这个汉朝啊 这个统治者选择了孔子的理论 就是说他能够 就是说理论跟权利 对跟权利所结合嘛 对吧 我说他很熟悉 就是在中东 这个瓦哈比教派 他也一样跟这个沙特去结合 然后他就乐了 他就说是的 他说这个现在很可怕 将来就是说硅谷这些人啊 这个数据主义者 他们是没有理论的 他不懂这个人文的 为什么他们喜欢看他的书呢 就是如果有科学家 有历史学家给他们以理论 他们就有这种合法性和权利了 他说这个是非常危险 就是今天就要开始去警惕的 同时都有这种能力 对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 徐老师 那个中国现在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每年七百万的大学生就业 所以每年要创造 一千万人的新的职业机会 另外要最有效的限制 这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呢 就是那些不打管用的工业啊 要转型啊 怎么样安置这些工人 对 中国的无用街城已经有了 尤其是煤炭 钢铁 你要听李克强的大记者问的时候 考虑的最多的就是 你想都想得到 这个国家这么大 每年呢 一千万个新工作 然后又有几百万数百万的人要下去 又让他们有事情做 哎呦 那就将来到了这个机器人再来 这个非常不利于安定团结啊 是啊 我就照着这个赫拉利的 他这个思维啊 咱们用这个这个俗话来说啊 就是说 问题在于 哎 过去我之所以还把你们这帮废物点心 当回事 是因为呢 很多活还靠你们干 或者说至少你们团结起来 你们能把我给推翻了 可是将来掌握了这个超级人工智能的极少数人啊 你打 你也跟我们一个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而且呢 你所有 这个赫拉利讲 现在生物传感 很多都可以植入体内 每个人给你放一个晶片 我一控制你们 你的身体情况 所有人口的身体情况 大数据都在我手里 对吧 甚至我想干预你 我把这几百万人的血压先调高了 好了 那么你们就没在动了 大家就去睡觉去了 最可怕的是 最可怕的是 这个这种人的第一代 你觉得还留着他们吧 给他点娱乐 给他点啥 到最后你会想 我干嘛要留着这些人呢 对 所以中国有一个行业 就有任何意义吗 你们这帮废物点先 对 对 中国有一个行业 可以兴盛持续发展 就是按摩业 就是按摩业 互相按摩 机器人不如人按的 这个你就不知道 那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无用接机 这个互相按摩 无用接机 无用接机 广场舞 边跳广场舞 边按摩 无用接机 我们给机器人提供按摩 对 到时候在机器人里 对对对 形成一种贵族感 就是说 我哥们是真人给哥们擦油 对吧 推油 对 润润滑油 真人给哥们推油 而且我专门推他的头 我专门推他的头 婆罗门 对对对 你只能推他的 当然了 就是说 还有一个 就是义军讲的这个 就是他说未来会出现一种 这就是咱说的 就是神人 神人 就是人成为神 人积合并之后 这个的确啊 就是说 到底什么叫做这个意识 咱就要 又要说回到那 赫拉利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这个人工智能 固然你说他没有意识 但是人的意识又是什么呢 就比方说 我们现在觉得啊 这个挣钱少了 我们觉得痛苦了 于是呢 导致了我们的行为辞职了 你是几百万年哺乳动物 是用感情 就是也是接收信息 形成快与不快 然后是感情的方式 生物化学的方式 使得你做出选择 他说对 你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机器人呢 他也许没有你说的感情 但他不是你这种方式驱动的 他可以变成 就是很多数据啊 一样 让你快乐 他一样挣钱少了 他也可以选择离职 他呢 用了几个 二十世纪 大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大思想家的材料 凯尔马克思 阶级 对不对 然后 Anderson 对 他其实研究当代政治的 他研究军事史 这个国家是 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但是他就没有 好好地用弗洛伊德的领域 有说有说到 有说到 但是你想到意识的问题 其实意识是连着无意识的 人 每个人为什么不一样 就是因为无意识 意识是很可能同的 感谢观看